好,這一體算,我覺得它是基本體,然後混在一起 分開都叫做基本體 他說等腰三角形ABC嘛 我們在講觀念就是講等腰三角形 那O是外星,I是內星,G是重心,廢話 那AB是10,這裡也叫做10 那VC叫做16,OK 所以我要求的是第一個AI 我如果要求AI,那我就先求從I到這裡 你現在的眼睛先把G跟O都不要管 我先算這一個R 可以吧 好,先算這個R 那10跟10,這裡就8 所以你知道我整個的高度 A珠好了 我整個的A珠的長度叫做6 那怎麼求內半 求內半是不是用面積 好,底部是16 所以16乘上那個高度A珠叫做6 所以相乘除2 這個叫做48 啊這個面積又可以等於2分之1乘以周長 10加10加16是36 周長再乘以半徑 所以這個是18哦 18分之48,好吧 我以為是整數 我以為是整數 所以除以6 10分之10 好,所以記得哦 10分之10其實這一段哦 啊我今天要求的是AI 所以是不是用那個什麼 6公分 對不對 A珠 3分之 沒錯 3分之8啦 拍謝 嘿嘿,謝謝你 這個除以6是3分之8 Sorry 那我就用6去減掉3分之8 所以 6公分就是我的A珠 A珠扣掉下面的3分之8 所以就是3分之10了 所以第一個答案 AI就是3分之10 OK 好 但我剛剛跟你講說 這一題難在你 其實要分開看 如果你再用同樣的東西 去看OG 那你就掛了 因為好亂哦 所以我們就先這樣子看 如果我今天要求OG 那求外半就是用B式定理嘛 嗯 好 先把這裡都連起來 那我知道說 OB先暫且叫做X X 那 這個剛剛說是D吧 那這裡叫做8 那這裡是不是6 嘿 所以這一段就叫做 X減掉6 好 所以8的平方加上X減6的平方 會等於X的平 而且題目圖都有畫給你了 所以它不是難題 X平減12個X加上X平方等於X平嘛 過來 這兩個把它消掉 那這裡就可以得到 哦 不不不不不不不 有一個地方錯誤 抱歉 後面這邊寫太 亂了 X平方 6 64加X平方減到12個X 抱歉 加36 等於X的平方 好 所以這裡消掉 X 12個X等於100 所以X就等於 43 4 25 好 開始囉 我要算OG 那我必須要用 3分之25 3分之25是我的AO 是不是要剪掉上面這一段 嗯 好 那AG是多少 AG不就叫做 2比1的2嗎 對啊 所以就扣掉那個6公分 這裡整個是6公分 6公分的3分之2嘛 所以6乘3分之2就是4 4就是3分之12 所以答案就是3分之13 所以這個答案叫做3分之13 兩個題目要分開看才不會那麼亂 4分之12 4分之2 4分之1 4分之1 4分之11 4分之1